佛光普照利澳门 慈悲喜舍报佛恩 中华文化传众人 人间佛法是佛根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隆天护法 诸位法师 各位嘉宾 还有各位义工 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 大家好 美丽的澳门风景如画 他处在珠江三角洲 澳门这个名字 起源于渔民敬仰的天后 那就是我们的妈祖 据说有一艘渔船 在海上航行 突然遇见狂风暴雨 渔民处在危难的危急的时候 紧急关头 有一位少女 勇敢的站了起来 她下令风暴停止 居然风停止了 大海恢复了平静 渔船到港之后 上了岸 这个少女 朝着马格山走去 突然 一论光环 照耀着少女 化作了一片祥云 人们在她上岸的地方 供了庙 称为妈祖阁 在1553年 葡萄牙人 得到了居住证 从妈祖阁上岸 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当时也没有命名 就问当地人 这是什么地方 正好 正好因为是在 妈祖庙的边上 称为 妈格 于是 澳门 就被命名为 Macall 澳门 有50%的人 信佛教 信观世音菩萨 佛源 非常的深 今天 能有幸 来到澳门 弘扬中华文化 传承 佛教精髓 令我们 法喜充满 要让世界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中华文化的传承 有人的地方 就要有佛光 普照 人间的烦恼不断 感情问题 钱财 意志消成 失去希望 连澳门都不断发现了自杀的情况 一名十五岁的女孩子 因为想不通 他跳楼身亡 过不久 有两名分别只有十七岁和十五岁的少女 接二连三的跳楼 奇怪的是 竟然在同一状大厦 情绪失控 忧郁烦恼 从负面行为 想来逃避 人间的压力 现在 全世界 共有三亿 五千万人 患有忧郁症 每年自杀的人数 那是一百万人 身体病好治 我们人的心理病难治 所以 想不开 嫉妒 恐惧 称恨 都是 短暂的 负能量的思维 我们要懂得 把这些 负能量的思维 缺少智慧 看不到明天的思维 要用佛法的精神 来把它去除 佛法倡导 知足常乐 在人间 要懂得 把人间一切 名利得失 看见 像佛云一样 今天 看见了云 但是明天 他就走了 逆境和顺境 这是人间的一种缘分 来这个世界 我们要一切随缘 不贪不求 记住 要学会 一生忍让 足以 消灾解难 如果你能够 一生让路 你又何时 寸土 半斤呢 台长 教你们四个方法 以修心 做人 第一 要 节欲 介怒 一个人 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不要让他 发作 今天 有欲望 说明 你还有贪心 你一定会发怒 当你欲望 得不到的时候 你会 非常的 愤怒 所以 要记住 节欲 介怒 是保证 你的身体健康的 法则 所以叫 是保身法 第二 叫 收敛 安静 是 自家法 一个人 在家里 你要 想 平安 你要 收敛 不要在家里 动不动就骂 动不动就吵 这样 你就会 变得 安静 家里 也会 变得 更 安静 第三 随缘 自然 是 促世法 我们在人间 不要 这个事情 一定是我的 那个事情 我一定要得到它 实际上 促世 最好的方法 就是 随缘 今天 该我得的 我得 今天 不该我得的 我就 不得 自然 那 就是 一个 非常 好的 缘融 所以 在 现在 社会上 少得罪人 好好的 把事情 做得 圆融一点 你是 做事情 最好的 一个方法 第四 就是 慈心 度人 是 出事法 如果 我们在 人间 经常 帮助别人 每天 去 帮助 众生 去 救度 众生 你 你 已经 活出了 这个世界 你 已经是 人间的 菩萨 了 所以 学博 修心 就是 修正 自己 错误的 观念 广结 善缘 就是 不去 伤害 任何 一个人 对别人 尊敬 就是 庄严 你自己 你想要 别人 尊敬 你 你先要 尊敬 别人 知足 常乐 就是 拥有了 一切 精进 修行 就是 让你 离苦 得乐 有一位 高僧 大德 与他的徒弟 雨后 走在 泥泞的 土路上 他的 鞋 沾满了 很多的 泥巴 他的徒弟 问他 师父 出来 为什么 不换 双鞋子呢 这位 大德 看着 村子里 泥泞的 路之后 意味 深长的 说 换鞋 不如 换路 徒弟 顿觉 心头 一震 他 在这个 大德的 带领下 找了一条 石头路 从 一旁 走过 从此 一捞 勇域 下雨 再也 不要 换鞋了 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 换路 比较 复杂 换鞋 也比较容易 但是 人的毛病 就是在困难的时候 总是在 无知的 去适应着 世界外环境的变化 随波 柱流 别人要什么 我也要什么 别人要名要利 我也去要名要利 想一想 房产走得好 很多人借钱来做房产 最后产生了很多的烂尾楼 除此 就不知 在这个世界 我们要懂得 以自己的忍耐心 坚定的 去寻找一条 适合自己能够解脱的道路 经常受到外界影响的人 他会扭曲本性 因为当他得不到的时候 他会拼命的去争 拼命的去抢 就会在他的心灵 深处 造成了忧患和烦恼啊 美国通用公司 一个首席执行官叫杰克 他被人家应邀去上课 他作为一个企业管理人员 在讲 下面都是企业管理人员 听完了之后 那些企业管理人员都有些失望 就问道 请问杰克 你今天讲的这么那些内容 我们都知道的 可为什么我们之间 你是成功 我们不成功 有这么大的差距呢 杰克 然后回答说 那是因为你们只是知道 而我是做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 是的 有很多道理 很简单 很多的佛法 我们都知道 但这些简单 佛法的道理 我们却没有去做到它 比如 我们都知道 做善事 能够解掉你的灾祸 想一想 但我们却常常的 获释了那些解灾的善事 有些人看见马路上跪在那里 要钱的人 也要骂一句 这些是唏嘘虫 这些人没有好好的工作 你没有慈悲心 你给他一块钱 他不会成为富翁 你给了他一块钱 你不会成为穷人 不失的是一份心 希望大家要懂得 不要忘记从细小的善事开始做起 所以不从细小的善事做起 你就无从解决 去除烦恼 累积功德 所以不要小看 每一天一个善念和一个善举 因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就会成为一个善人 要广布施 广作功德 清楚的懂得 修心修行的道理 我们要懂得 要用永恒的心 来保持自己这颗干净的内心 这才会拥有定力 一个人三心二意 结果总是在半途而废当中 常受失败的苦痛啊 很多人经常失败 有一个年轻人 屡屡失败 他就去问 叫世元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用温开水 冲了一杯茶 给这个年轻人 这个年轻人品尝了几口之后 说一丝香味都没有 老和尚用滚开水 把这些茶叶冲了一杯 这时候年轻人 看见杯里的茶叶 上上下下在浮动 随着茶叶的臣服 一丝丝清香 从杯里软软的升起 于是老和尚冲了五六次 整个房间充满着香味 这个年轻人会议的点了点头 这时候这个茶叶才知道 因为茶叶在树上变成泛绿 在阳光的炙烈当中开花 在暴风雨中成熟 在熊熊的火叶上培干 这就是每片茶叶 所必须承受的磨炼 我们人生也是这样 在暴风雨中成长 在感情婚姻上成熟 在生活的压力上 我们磨炼着自己 生活在烦恼的事件当中 在实践人生价值的道路上 我们是崎岖和难免的 但是我们学国人 有信心要看到将来 看到未来 因为我们的未来 是一片光明的 把人间一切都要看得淡 对一切不要去强求 现在很多人就是强求 不在乎别人才会犯错 我们对自己不要在乎自己一无所有 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评价你 要专注自己人生的方向 所以一个修行有为的人 他最重要的是一个方向 就油炉一辆汽车 虽然你加满了油 虽然你一直拥有很好的车技 但是你不知道方向 你再多的油 再好的车技 也会让你开到其他的路上去 所以人生要淡然 要坚定 渗透到生命的目标当中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沉稳 转变自己对人生的态度 这样你才会成为你心灵的主人 我们不要被红尘所染 在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 我们要有自己的善念和善心 这样你才不会迷惑 世界和人生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 所谓的复杂是幻想对你的蒙骗 让你产生执着和误解 所以放下自己的称心 恨心和贪心 你才会找到一条真正的修行之道 我们心中有佛的人 看别人都像佛 你心中有恨的人 你看别人都很恨 你怎么看别人 别人就会怎么样看你 别人的态度正好反射出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有一位老师 他让全班的同学 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你最不喜欢人的名字 结果有些同学在三十秒钟之内 仅仅想出一个人甚至想不出他不喜欢的人 但是有一个同学竟然一口气写出了十五个不喜欢的人 在心理学上来讲 你越不喜欢的人越多 证明你正是不受大家所喜欢的人 犹如经常批评别人的人 正是别人对他批评最多的人 所以我们做人要多看自己叫内观 多看别人的毛病那叫外看 所以观比看好 观才能看到自己内心 看到自己真正的本性和良心 我们人焦虑未来 却又不珍惜现在拥有的幸福 我们活在世界上 天天为自己曾经做过事情在后悔 却又不想怎么来改变 让自己不做后悔的事情 很多的人婚姻失败 离了婚了 还要拼命的骂对方 不想一想自己有没有责任 这就是人只看别人 不看自己的问题 台长希望你们对人不要有疑心 因为对人有疑心 就无法相信别人 对人有疑惑 你就无法原谅别人 多一分对别人的疑虑 你就少一分对自己的信心 学佛人心中要拥得下别人 你才能修成佛法 你才能让别人 你这就是包容 这就是宽容 我们学佛做人 我们学佛做人要懂得舍 当你不懂得舍的时候 你就得不到 很多人每天想数取 有一位佛友问台长 台长 什么叫圣人 什么叫小人 台长告诉他 圣人就是每天为别人想的人 小人就是每天想从别人身上 占到便宜的人 所以学佛人 首先就是要学圣人 不能让自己的私心杂念 老常在心中 这样天天有一点私心 天天有一点杂念 时间长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有业障的人 从前有一家布店的老板 他一直在做布的生意 但是呢 他用的那把尺啊 总是比正常的尺啊 短一点点 这样他可以多赚人家一点钱 有一天突然碰到一个学佛的人 跟他讲 这样良心过不去 他呢 自己觉得良心受到谴责 一直啊 决定做个正经的商人 我赚我该赚的 我不赚 我不该赚的 他就把那把短尺换了 可是呢 尺换了之后 他心里不安 他也要看看 那边马路对面的那家 卖布的店 他的尺是不是也是正的 结果他来到一个 另外的对面的布店 拿出趁别人生意忙乱的时候 拿出了一根绳子 小袋子 偷偷的量了一下 回到家里 用标准的尺 一试 发现 这一家的尺 竟然比他原来 偷的那种尺的数量 就是尺寸还要短 他一想 他一想原来我比他还好啊 我又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 然后他昧着自己的良心 又开始了用他那把短尺 在偷赚别人的钱 一些人 在人间受到谴责批评的时候 总会被把目光 射向别人的身上 当他一旦发现 别的人比他犯的错误更严重 他的心居然会心安理得 对自己的错误也不以为然了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很多人从来没吵架的时候 偶然的吵架 心里悲伤的内疚 走到邻居这里去疑问 邻居说 没有关系 我们家里小草天天有 大草三六九 所以他一想 那我也吵吧 居然大家夫妻都吵 那我也吵 所以迷失方向 就是我们说 迷惑颠倒 对人间的一切 不能迷失自己的 颠倒自己的想法 人生在世 不能失去慈悲心 我们要常常观照 自己那颗浮动的心 让自己的智慧 和理智要永恒 所以很多人能成功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他有理智 我曾经告诉过你们一个故事 一个火车站 一辆火车 一个老伯伯买了一双 很漂亮的鞋子 放在窗户边上 迎面来了一辆火车 很快的呼啸过去 把他一个鞋子吸出 吸出了窗外 这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可惜 老伯伯拿起另外一个鞋子 马上往窗户外一扔 边上的人说 你怎么把那只鞋子也扔了 他说 我拿着一只鞋子 已经没用了 我扔出去之后 别人捡到了 还能再穿 这就是智慧 我们人没有愿力 这个世界对他来说 是非常的残酷 人要有愿力 要懂得我未来想做什么 一个人如果没有愿力 他会对社会产生冷漠 会对社会产生一种记恨 这就是奋亲族啊 奋社会啊 所以很多人现在看谁都不满意 看谁都很讨厌 他觉得这个世界非常的不好 之后他就沦为忧郁症 所以我们要用佛法的无为智慧来帮助别人 无为就是只求奉献 不求回报 我们要只求理解 不求被理解 我们只求去爱众生 不求被众生所爱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无为 才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啊 台长经常在广播里 每天回答我们佛友的问题 那么在前不久 一个听众看一个孩子的图腾 台长一看就问他是不是吃过羊肉 听众说这孩子非常喜欢吃羊肉 因为台长看到他身上有三只羊 而且他的皮肤像羊肉一样 远远的没有肌肉 会有肥胖症 听众说他已经很胖了 而且现在还在吃羊肉 我请大家听一下这个录音 谢谢大家 喂你好 你好师傅 师傅 帮同修的孩子问一下 他是1996年1月份守老鼠的 我告诉你啊 小师傅有没有给他吃过羊肉啊 他很喜欢吃羊肉 我感觉好像现在也有吃 我告诉你身上有好几个羊啊 哎呀 三只羊哦 哇 三只羊 所以他的皮肤啊 软软的 他的皮肤啊 没有劲的 没有肌肉的 听得懂吗 像羊肉一样 很吓人的 我告诉你 而且他的身上这个肥肉以后会越来越多 他就会有肥胖症了 他现在已经很肥了 哎 看见了吧 你看看看 你想想看 所以这个人有时候不可做坏事啊 真的 是的 感恩关心 感恩师傅 谢谢 大家都知道世界的著名画家毕加索 他对冒充他的作品 还有假画的人 他毫不在乎 他说做假画的人不是穷画家 就是我的老朋友 我是西班牙人 我不和老朋友为难 而且那些鉴定师他们也要吃饭了 而我什么都没吃亏 为什么我要对他们做一些什么呢 宽容是对别人最大的恩惠 一个不经意的宽容 或有意的谦让 能让你舒怀 让别人幸福 这就叫以德福人 人生是公平的 没有人特别受到眷恋 眷爱 我们在人间通常被自己认为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所击倒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整天以为我受到了不公平 我难受 我受苦 我想不通 慢慢的生了重病 所以我们在无始业障中硬生倒下 而带有业障就游如被别人打倒一样 而往往打倒自己的就是你自己 因为业障全部都是由我们自己生出的 我们天天动坏脑筋 天天在造业 我们恨自己的父母亲 就是给父母亲在造业 所以在人间 大家记住台长的一句话 幸福的背后藏着一堆的悲哀 欢喜的背后是一串痛苦的历程 勇敢的人要面对人生 要理解人生的烦恼和无常 才会学来人鲁精进的真谛 面对人间的苦难 我们要想得通 要乐观 很多妈妈被孩子欺得半死 身体非常不好 结果就有一个人跟他讲 都是讨债鬼 那一天开始他想通了 原来上辈子我是见孩子的 所以算了 我也不生气了 他是一个讨债鬼 那我就得还债 这样的心态 你就会想得通 想得开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智慧 他就整天乐观 开心 发喜 有一个叫贝尔的人 贝尔 他被人称为 这个村庄里是最乐观的人 有一天 山洪爆发 水都冲进他们的村庄了 结果 大水漫过村庄 这个贝尔没有办法 他躲在了他的房顶上 这个时候他还乐滋滋的 哼着曲调 开开心心的 不犯愁 邻居滑着船过来 跟他说 比尔啊 你家的鸭子都被冲散掉了 你知道他说什么 没关系 鸭子会游泳啊 过一会儿 人家又说 你家的麦子被淹了 他说没关系 反正今年是欠收年 人家又说了 水淹到你家的窗户了 别又说 太好了 我已经多少年没插洗窗户了 拥有乐观 开朗的性格 是人生最大的财富 认清 人生无常 那要不执着 才能变得 懂得拥有这个世界的真正的快乐 我们对待每一件事情 不要过头 不要太执着 今天拥有的 那就是拥有 今天没有的 就是我们无缘 所以我们懂得 人生是过场 人生是一辆 没有回头的列车 只有在这辆列车上面 好好地过好自己每一天 拼命地 珍惜现在 你才会拥有未来 珍惜但不执着的人 他才能开悟 所以 大家想一想 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坐着 我们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 我们就要学会感恩 我们一个人的成长 离得开别人对我们的帮助 想一想 我们从小对得起我们的老师 对得起帮助过我们的同学吗 想一想 我们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和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多么多的朋友吗 这一切就是你应该懂得感恩的基础 因为只有感恩的人才懂得慈悲 只有知恩图报的人才有智慧 只有每天把时间划在众生身上 让别人跟着你一起进步的人 他才会成为人间圣人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 因为年纪 这是真的故事 年纪很小的时候 他得了一场大病 命虽然保住了 但是呢 他的下肢瘫痪了 这个时候 他的父亲 是一个邮局的 post office的那个领导 他在中学毕业后 他的爸爸就千方百计 让他到了邮局 安排一些一份的工作 可以坐在那里 整天敲图章 不动的工作 工资和各种福利 都与别人一样 在这个岗位上 他干了三年 他是一个严重残缺的人 能有这么一份安稳和保障的工作 应该对他来讲 心满意足 但是有许多的健康的同学 都没有得到这么好的工作 都还在为谋一份职业 而四处奔波求人 但他却辞职了 那个时候一份好工作不容易 他辞职了之后 因为他 很多人问他 你为什么要辞职 他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同情 也看不见别人对他的怜悯 还有鄙视的眼光 所以他的自尊心 在这些目光当中 一次一次的被刺伤了 所以就是父亲的打骂 母亲的哭求 都没有阻止他 离开工作岗位 辞职之后 他是开了一个小书店 后来这个小书店 因为当地的房屋拆迁 他关门了 后来他又与人合办了 一个小的印刷厂 仅仅维持一年多 一个合伙人背信弃义 他又倒闭了 两次经伤 让他伤了很高 再抬高筑 这时候 他的父母和朋友 又来劝说他 你是一个残疾人 你不要再去胡乱的折腾了吧 多少好手好脚的人 都壮的 做生意 头破血流 何况你呢 父亲劝他 趁自己还在岗位上 让他老老实实 回到邮局上班算了 但他没有回头 他又选择了开饭店 这次他吸收了 前几次做生意的教训 一年下来 小饭店盈利 当时的两万多元 他又开了两家连锁店 十年之后 他的连锁饭店 不仅在他的城镇当中 到处都有 而且在外乡 也一间一间的开张 他自然也成了 事业成功的老板 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太太 当有人问他 成功的经验的时候 他说了很多 但他说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就是千万不要同情自己 别人同情你 不要紧 如果自己同情自己 你会成为懦夫 失去前进的动力 成功也就绝不可能 在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很多的人 不是残废 但是我们的心 已经残废了 很多的人 要他念经 爬不起来 不肯念 很累 没时间 就是健康的人 你也会遭遇到 人间磨难 多多的打击 所以 当你悲观失望 来临的时候 你就是会慢慢的颓废 就是因为 你没有好好的 有勇气 有信心 一蹶不正 你会重新失去 做人的勇气 学博人 不要同情自己 对自己 要严格的守戒 和忏悔 要反省 造成我们自己生活 烦恼和原因 才能走出你 辱落的心理的陷阱 一个人 事业的成功 往往取决于你自己的 战胜自己的心态 学博者的成功 往往取决于你精进努力 和菩萨的智慧 很多人动不动就喜欢 用自己的能力 去跟别人比 去显化 去让自己得到一些 心理战时的满足 美国著名拳王 叫 John Louis John Louis 他呢 纵横拳坛 他打倒了 不知道多少的拳手 但他私底下 为人 十分的谦和 友好 他完全 不像 在 赛场上 那么的 勇敢 模样 有一天 他和朋友 骑自行车 一起 在马路上 后面有一辆车 被他们两个人 稍微堵了一下 不停的按喇叭 开到前面 停下来 货车司机 怒冲冲的 指着他们 一顿痛骂 货车司机 走了以后 这位朋友 非常的 奇怪 跟他说 哎 我的拳王啊 你这么 看见这个家伙 这么的无礼 你为什么 不好好修理 他一番啊 焦路易轻松的 回答说 如果 有人 污辱了 歌王 卡罗索 你想 卡罗索 会为他 唱一首歌吗 这就是 智慧 所以 你是一个 有修行的人 当别人 攻击你的时候 你 跟他争吵 你 就是在 降低 自己的 智慧 当自己的 太太 或者先生 在 弩骂 你的时候 难道 你也要 跟他 一起 成为 一个 人间的 凡人吗 所以 忍自头上 一把 刀 我们 这把刀 就是 一个 烦恼 如果你 把这把 烦恼 放在心中 一烦 他就 割一下 你的心 当我们 遇到 令自己 气愤 难当的 事情的时候 你的心 要平 气 要和 用一颗 包容 别人的心 给自己 带来的 怨气 和不快 才会 慢慢的 散去 这就是 学婆人的 忍辱 这就是 修行人的 精进 我们人 在苦恼 当中 还不知道 苦恼 那么 这是 最苦恼 的 事情 如果你 哪一天 知道 这是苦恼 了 这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的东西 你就会 自动 消失 我 曾经 告诉大家 你没有 经历过 苦恼 和烦恼 你一碰到苦恼 和烦恼 你马上 就会 心神 所失 所以很多人 一碰到孩子 成绩不好 就大跳 大叫 很多人 发现 先生 稍微晚一点 回来 他就拼命的 大叫 大吵 实际上 知烦恼 则 知虚空 因为昨天的烦恼 可能今天就没有了 昨天的这种让你痛恨的事情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想一想 我们过去小时候有多少痛苦的事情 现在还有吗 我们今天痛苦的事情 想一想 等到哪一天 我们睡在病床上 爬不起来的时候 我们还会为今天烦恼吗 知烦恼 是虚空 知人生 是无常 这就是悟性 所以佛经上说 若知我空 谁受绑者 若知无我 烦恼 何生啊 还没讲完呢 心若不生 静自如炉 万静本贤 为心自扰 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有很多人 这么稍微一点点佛经的佛语 跟你没讲就听不懂了 解释一下吧 我知道 其实你们都是听得懂 你们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而已 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 你心中不要去生 你不会烦恼 你看见所有的境界 就像过去一样 静自如炉 就是如炉不动 我问你们 你们看到的东西 十年二十年 这个房子还是这个房子 对不对呀 所以这个世界所有的境界 本来都是空闲的 是没有的 唯心自扰 叫心所创造这个世界 我举个例子 你们知道 一个人心可以大到什么程度 一个心可以小到什么程度 如果你们坐在下面 把你们的眼睛闭起来 你们想象 我看到了大海 看见了遥遥无远的天空 我看见了一座城市 你们的心就像大海般的宽阔 像城市般的宽大 如果你们现在把眼睛闭起来 想象着一根针 一个针眼 你的心就像针眼这么小 所以我们的心是能大能小 为什么宰相肚里能撑船呢 所以希望学博的人 要把心像大海一样的宽阔 要把心像无限的天空一样宽广 把博的心通通的撒向人间 台长 有一次听到一个反馈 一位同修的妻子 村里啊 有一笔真谛的钱 按姓氏来发放 而他的妻子呢 已经跟着父亲呢 变成了外姓 当改回原姓的时候呢 他已经来不及了 同修呢 发愿将这笔钱呢 啊 全部用于他自己去放生啊 弘法度人 菩萨保佑 居然他又拿到这笔钱了 而其他的外姓的亲人 甚至一直保持原姓的妹妹 都没有得到这钱 不久之后 同修求菩萨又求到了孩子 所以他们一家 非常坚定的相信 观世音菩萨 在播放这段视频之前 我还要讲给你们听 昨天在博客上 台长看到一个 学了心灵法门之后 人家欠他两千万 都还给他了 你说可能吗 不可能的事情 就是叫他可能 这就是智慧 听得懂吗 好 下面给大家播送一下 这个录音 首先分享一个 理念的生活实力 说是2015年年初 因为政府争计 同修妻子的村里头 有一笔钱 要按姓氏来发放 而同修妻子 偏偏又跟着父亲 变成了外姓 他们想尽了办法 虽然也曾把姓 改回了原姓 但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这笔钱 想必是拿不到了 同修和妻子 干脆抱着 无所谓的心态 试着求 观世菩萨 说如果能得到 这笔钱 将全部用于 弘法事业 菩萨吃杯 过了几天 车里头再次召开会议 同意并把这笔钱 发给来同修的妻子 同修非常 是菩萨慈悲 是菩萨选宁的 说来也有意思 反而保持原姓的妹妹 却由于 生的两个小孩 不是跟母亲近 所以 连和母子三个人 都没有分到那笔钱 而其他那些外父 子女 还闹着要打官司 因为没过多久 同修索性又求到了 妻子终于 怀上宝宝的特大喜剧 他们宽天喜地 从此坚信不移的 把红法律 生的事业 帮助了人生的 求整大事 谢谢师父 这个你看看看 生不出孩子 能够生出来 钱分不大 能够分到 感恩菩萨妈妈 感恩台长师父 心理法门 真的太实用了 太实用 他不把他说为佛法 他说做实用 他说 没修好 以后好好教育他 我们要明白 人生 其实就是一个过程 你们想一想 年轻的时候 到现在 走过了 这个过程就没了 所以 要记住 人很快的 就把这个过程走完了 我们要懂得 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因为我们在每一天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 这是漫长的 但是结果只是瞬间 所以你每一天 做一点坏事 做一点坏事 最后你被抓进去了 很快 那就是结果 所以我们人 要懂得 在生活当中 不管是享受 还是痛苦 幸福和悲哀 它都是一种混合物 你们记住了 人在快乐的时候 很快的 有应遇的悲哀 在悲哀的当中 一定会有幸福 和智慧的存在 无论你现在的 平步和不游 你都会体会到 幸福当中 有苦难 苦难当中 有幸福 这就是人生 所以想改变 人生的人 就要学会 克服自己心中的芥蒂 克服烦恼 克服自己的苦难的感受 让自己的心 迎接着光明 因为我们到人间来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我们不想参求 人间的一切 我们用一颗 好好的心 好好的活着 记住 当今的社会 不生病 没有天灾人祸 这已经是福气了 要知足常乐 来自马来西亚 太平的一个林同修 他在没有吃药 没有开刀的情况下 他这个瘤啊 一个肿瘤 完全消失的 无影无踪了 他知道 到底怎么办到的呢 他自己说 心灵法门 他说是21世纪 医学的突破 那是他讲的 他说我有一个 19厘米到1.3厘米的 颈瘤 当我小房子 烧到21张 第三波的时候 在没有吃药 和开刀的情况下 我的肿瘤 颈瘤 完全消失的 无影无踪 你们看看 边上的医学报告 真实心灵法门 真实不虚啊 是真的 台长要告诉大家 一个小笑话 好了 关掉了 不关掉 影响大家了 他还在放啊 关掉了吗 关了 告诉大家一个小笑话 你们一定要笑的 因为你们不笑的话 我以后不讲了 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在沙发上睡着了 五岁女儿 只有五岁 突然呢 这个小女儿呢 一个翻身了 从沙发上摔到了地板上 这个小家伙很坚强 摔痛了 没有哭 然后呢 慢慢的爬呀爬呀 爬到他父亲的面前 横横给了他爸爸一个嘴巴 就说 你是怎么看孩子的 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现在的人呢 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毛病的 一生走来 你们想一想 我们在别人身上找了多少毛病 恨别人 让自己变得这么痛苦 所以 我们多少后悔 多少的习惯 恶习都是我们不知道忏悔 不知道从自己身上找到毛病 因为我们不懂戒律开始的 学佛就是要修掉自己身上的无名其器 无名就是不明白呀 我们不明白才会犯错误 所以 去除执着 消除挂碍 愿意改变 你就有希望 一个人不愿意改变 一定会失望 人之所以犯错 在于 无法超越自己 有多少人 在苦难面前 经常说 我做不到啊 明明知道 你这样做 是对的 你可以跨出你的烦恼 妈妈 我做不到啊 就是自己 预约不了自己心里的障碍 把自己说服了 就是一种悟性的成功 修行能成功的人 就有战胜自我 佛说 破除我 破除我直 指的就是要 克服自己的执着 才能勇敢的面对现实 学佛就是要学做人 做人的人 就是要会学佛 学佛学得好的人 他做人一定做得很好 做人做得不好 他佛也学不好 台长教你们 人生要当心 与九种人打交道 大家愿意不愿意请啊 因为 在社会当中有九种人 有的人 第一种人是 嘴巴里长得很好听 但是心里呢 想的另外一件 一套 对你呢 可能还暗中要 对你造成不利的影响 叫口密 附健行的 这种人 我们学佛人 应该怎么对待他呢 看到这个人 知道他很厉害 嘴巴一套 背后要捅我的 你就微笑 倾听 他不管跟你说什么 哦 哦 哦 然后心中就念 死灵警察警察 神警察 我就为如接近 听得懂吗 第二种 告诉你 碰到那些 喜欢吹牛 拍马的人 怎么办呢 你 不与 不于为 不于 不 不于他 为敌 看见他喜欢 吹牛 拍马的人 不要去讽刺他 人家说 哎呀 领导啊 张局长 你真好啊 你在边上 不要说 哎呦 哎呦 接下来 他就要讲你坏话了 如果你发现 这个人吹牛 拍马 你不要与他为敌 你就笑笑 没表情嘛 我们都会念经 心中就念念心经就好了嘛 对不对啊 第三种 你碰到了一些人 就尖酸刻薄之人 怎么办 这个人讲话 非常的尖酸刻薄 讲出来话 把你气得半死的 这种人怎么办呢 我们学佛人应该懂得 只要保持距离就好了 看见他过来了 远远的 看见他躲不开了 哎你好 哎我正好有事就走了 保持一段距离 听得懂吗 第四种 挑拨是非的人怎么办 记住 谨言盛行 他今天来跟你讲话 哎我告诉你啊 怎么怎么 哦 你就听他讲 不要讲话 听得懂吗 碰到 雄才大略之人 怎么办 这个人跟你一开口 我 要怎么样怎么样 我要在国际上 怎么样怎么样 哇 你就好好的学习他的优点 不要学他的缺点 虚心学习 如果你碰到翻脸 不认人的人 怎么办 这个人跟你突然之间翻脸了 跟你闹起来了 怎么办 你就 慈悲 忍辱 哦 心里在想 这个人真可怜 啊 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这个人像动物一样 有肉吃就这样 没肉吃就咬人了 你心里想 哎呀 阿弥陀佛了 第七种 如果你碰到愤世 忌俗之人 就是骂这个社会 骂这个人 那个人 对谁都不好 一开口 这个人讨厌 那个人 你用什么心呢 用平等心 他说别人不好 你就心中在想 哎呀 其实人应该都很好 他在骂这个不好 你心中就在想 嗯 其实他是误判 其实人都是一样的 我们都应该平等 像兄弟姐妹一样 他在说他的 你心中说你的 在孙子兵法当中 这叫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第八个 如果你碰到敬业的人 和快乐的人 你用什么心 跟他交往呢 用喜舍心 他开心 你比他还要开心 他快乐 你比他还要快乐 他对这个工作很认真 你就表扬他 哎呦 你怎么这么修心 这么认真啊 你们知道 当你们嘴巴 口吐莲花 夸耀别人说 你念经 怎么念得这么好 你这个人 怎么这么精进的时候 后把绳在上面 都会哈哈大笑 对不对啊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告诉你啊 哎呀 我开心得不得了 你知道吗 哎呀 我的 这个 媳妇啊 昨天这个跑过来 跟我说 我的媳妇啊 这么多年生不出孩子 学了心灵法门 他生孩子了 你知道台长什么表情啊 哎呦 太好了 开心啊 对不对啊 所以要学啊 第九个 躊躇满志之人 这种人呢 不讲话 很难过 好像有苦说不出 又有自己很多的远道的理想 好像欲 好像就是怀才不欲感觉 那这种人你怎么办呢 你尽量用舍心 就去劝导他 帮助他 用悲心 就是悲悯他的心 来对质 这样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智慧 在人间不但要学佛 还要学会做人 太虚大师所说 人成即佛成 我呢 今天准备了真的太多了 来不及讲了 所以呢 时间已经不让我再讲了 因为我待会呢 还要给大家呢 看图腾 很多人呢 其实今天来了 很多澳门的 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呢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来的时候呢 人家跟他讲 你知道吗 有个老台长啊 老台长啊 他干嘛的啊 哦 他能积累啊 前世啊 今生啊 哦 那我去听 他来了之后 他相信了 他才念经 所以度人要用妙法 要快 很多人要看图腾 那就给他看咯 看就是要 目的就是让他念经 目的就是让他学佛 目的就是让他改变一切 改变人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